我們開始今天記者會 喂 那個 不好意思 因為換場地的關係 當委一下 今天這個記者會呢 最主要就是 居民在15號的時候呢 收到了鐵工具的強拆令 那上面又寫著說 21號的時候呢 要進行斷阻斷電 早上6點然後就要拆除 那很有趣的是 他跟公文上面是寫說 拆除地上物 那我們來這個地方 是要來跟各位報告什麼叫做 地上物 事實上南鐵 在兩年前 在一年多以前 土地徵收程序通過的時候 那時候仍然有70%的老百姓 他們是百分之徵收的 但是因為在整個行政程序裡面 老百姓一直都沒有看到希望 然後我們在兩個月前 我們注重 拜那個一審 就是拜出了之後呢 當然就是鐵工具就乘勝 就遊說老百姓就投降 那 在那個地方 如果沒有住人的方式呢 那個不同一戶就是張家一家 在一個月以前呢就已經拆掉了 現在留在現場的這些不同一戶呢 全部都是住而滿滿的人 包含四個家庭 包含國家 我媽媽 89歲 我父親92歲 我父親 在南地東應該九年前剛開始的時候呢 頭腦非常非常清楚 他是假的折磨 其實他還可以跟鐵工具辯論 結果被他們折磨到現在已經完全失智 然後生理狀況其實也不是很好 那還有我隔壁的曾家 曾先生 那個還有鄭家 他們家呢其實也是住默兒媽媽的人 三代的人都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就是北區 華春香他們家 他們家老媽媽99歲了 也是三代人住在那個地方 還有呂先生 呂先生是小兒麻痺 所以身體非常不方便 那其實我們如果看台灣的這整個 破千的歷史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老人或者是身體不方便的朋友 遭到破千 被迫離開那個居所了之後 基本上面就很快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因為那個他們必須要依賴一個熟悉的環境 才能夠生存的 所以今天鐵工具要去強拆這四戶 其實他們要拆的不是 不是地上戶 他們要拆的事實上是四個家庭 而且這個拆遷的這件事情 會造成極大的悲劇 那我在過程裡面呢 我也曾經去詢問過這個師傅的住戶 請問他們說如果你們要撤退的話 沒關係你們不要忽慮到 什麼你們就可以做這個決定 那但是最後的狀況就是 大家決定要在那邊牽手下來 那其實如果因為南鐵案長行 跟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的大補案相提並論 那在這個比較的狀況之下 我們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今天有戰爭 所以呢請陳家晃老師先講 我想我要表達就是 我們的政府人民要他不要做的 他就要做 要他拆農地的違法工廠他就不拆 不要他拆的他就拆 要他不要拆的他硬要拆 完全跟人民的希望是違背的 南鐵只要不東移原地失作 只要再做一條替代的高雄 從高雄過來的只要沿高鐵 再沿做一條那個接這個高雄台南的鐵路 那如果要打火車就是接火過去就可以了 是可以不東移的 我在這裡強調 就是請政府不要強拆民宅 而且現在第三點沒有擊破性 沒有擊破性 以上是我的意見 時代力量會跟所有的土地 被破繭的人民站在一起 感謝陳老師 那陳老師問你 是不是就先離開 我繼續補充剛才陳老師講的點 剛才陳老師講到說沒有破切性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子講呢 因為在我們剛才說 在整個過程裡面有相當的老法性 他們受不了這個壓力就已經點焦了 但是事實上面是那些點焦的房屋 有一年以前就點焦的 那個房屋事實上也還沒有拆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今天針對 在一個月以前針對張家 以及現在針對這四戶 這純粹就是一種報復的心態 純粹就是一種報復的心態 因為完完全全都沒有擊破性 那我們剛才在談到就是說 很多人會把大埔案跟南鐵案來做一個比例 那我們來看大埔案他強拆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他是在訴訟都市計畫敗訴 然後那個土地徵收 都市計畫敗訴地面 土地徵收那時候就是曾經申訴又敗訴 然後在上訴的過程的狀況裡面被拆掉的 但是南鐵案並沒有獲得平等的司法救濟 我們都市計畫只有一審敗訴 甚至還沒有定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大家都還記得 劉振孔那時候怎麼樣拆那個張藥房的 他是必須要去趁著所謂的天使良心 當居民不在的時候他去拆房子 但是今天鐵工局面臨南鐵 這四戶住而滿滿的人的時候 他要怎麼處理呢 他跟我們的居民講說 沒有問題你們裡面有這些老人 我們到時候會有救護車在旁邊 我們就把老人強拉到救護車上面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拆房子 這就是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比較一下兩個政黨 民進黨雖然一直都要強調他自己是民主進步自由的 但是在處理這個土地議題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做法是比劉振孔更為暴虐的 更不要說民進黨他們說劉振孔拆大虎張藥房是不公義的 他們覺得重建張藥房是賭地正義的 我們這兩點完完全全同意 但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例子 現在發生在南鐵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呢 他們是怎麼樣對待我們的 他們要強調我們房子還不說 在自從去上個月拆掉張家了之後 各位可以去看看網路上面 特別是那幾個跟台南相關的網站 這個政府是怎麼樣對待我們的 他們就硬生生抹黑說我們這些人抗爭就是要錢 我們的訴求九年來從來沒有提過錢這個字 我們從來就是在談這個土地徵收的必要性公益性 但是他們還是製造了很多假新聞 然後呢把一些已經投降老百姓的意見 強灌在我們的頭上說我們就是要錢 那非常荒謬的 他們假造的那些老百姓的意見 有些老百姓根本就是跟他們配合的人 所以我們的人格在台南是徹底被抹黑 我們尊嚴被徹底踐踏 我們被塑造成這個社會的公敵 我們現在是被他們所形塑的這個假象 這個假象的社會所痛恨 這個是要去處理這樣子的拆遷案應該做的事情嗎? 根據人權兩公約至少要去拆遷之前必須 當然必須要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必須要跟居民有層次協商 我們上一次跟政府協商還不算層次 那是多久以前呢?那是2014年了 天啊!六年前 後來賴清德一直在放話說他願意跟老百姓台 一次都沒有 更不用說現在黃偉哲或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民進黨政府要來解決這四戶 老實說我們都清楚知道他們有警察有軍隊 他們有媒體 他們要來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們也不怕殺人 但是我希望民進黨政府 特別是蔡英文總統 這已經是你們的第二任了 拜託為你自己的歷史評價來做考量 只有四戶 就坐下來好好跟我們談吧 我們要的其實不多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尊嚴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我們會進行黨差 其實這個黨差表面上面好像是在捍衛這些房子 不是的 事實上這個黨派就是在捍衛我們的人格跟尊嚴 這九年來我們做的事情就是這麼一件事情 九年來我們都希望能夠避免悲劇的發生 但是非常不幸現在就要發生了 但是到最後一刻我們仍然會去追求我們的人格跟尊嚴 那我想很快我們請許老師發表意見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早上 從捷運站走過來 到立法院的周遭 都是鐵欄杆 都是一些要把人民擋在外面的一些設施 這真的讓我想 這真的是民進黨在執政喔 民進黨執政的一個國家 怎麼還是這個樣子 甚且以往 在318學運的時候 來的警察 其實絕對不少 而且它鐵欄杆 甚且是更多 甚且是更高 讓我感覺 達到執政權的一個民進黨 是離人民是越來越遠 我跟各位媒體朋友 特別跟你們分享 台灣長期來 這個土地掠奪的體制 一直沒有改 這跟國民黨過往的統治 從對岸過來 然後呢 雖然已經解除戒嚴 但我跟各位講沒有改 我們一直從過往的所謂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其實也是一個 土地掠奪的一個歷史 後來繼續延續下來 其實沒有改 我們的土地徵收條例 是民國89年制定 然後呢 現在也是因為民國85年大法官的一個 事件文才定了土地徵收條例 但是要跟各位講 這個掠奪的本質沒有改變 國民黨在民國101年 因為苗栗大虎的事件 被逼了必須進行修改 當時候跟我們站在一起 要求國民黨 必須要修改土地徵收條例的 也就是現在 擁有政權的民進黨 跟他們的立法委員 他們以前 在對抗留政策的時候 他們是跟我們站在一起 然後呢 如今自己掌權了 卻一點 各位有沒有發現 蔡英文總統已經第二任 在他執政的這一段時間 他有曾經說過要來修改土地徵收條例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以往跟我一起 到電視台 去進行 討論 對國民黨進行批判的黃偉直市長 他以前是跟我一起 上談話性節目 來批評劉政策 現在唐人黃之 他自己當上台南市長 他竟然 要去拆這些土地 這些受害者 他們最後盡存的方式 說真的 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慨 民進黨 只是把土地徵收條例 把土地徵收 當成是一個政治鬥爭的手段 我要跟各位講 今天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這一點 他只是把土地徵收 當成是跟國民黨政治鬥爭的手段 等他自己掌權了之後 他文風不動 他現在變成是 國民黨土地掠奪機制的 最佳的獲利者 麻煩媒體朋友 幫我把這句話 傳播出去 民進黨政府 他現在是 國民黨 威權體制 所遺留下來的 土地掠奪機制的 最佳的獲利者 從民國101年到現在 109年 他沒有任何要改變土地徵收條例的 任何的企圖 或任何的一些勝利 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所以今天在這邊 我要譴責 以前跟我站在一起的 這些民進黨的朋友 我要嚴厲的譴責他們 其中就包含了 現任的台南市 黃偉智市長 我要嚴厲的譴責他們 我也要嚴厲譴責 所有的新潮流派系 像賴清德 像鄭文燦 其實各位不要以為 這個土地掠奪 所發生在台南 如果各位看今天的自由時報 桃園工程 他要擴大 鄭文燦 現在 民進黨掌權呢 他用愛台灣 認同本土 來當作他的政治號召 但是他黨權呢 他繼續來剝削 掠奪台灣這塊那個土地 很遺憾 今天 立法院是要投票 監察院 院長 還有委員 然後呢 他們說 以後要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要跟各位媒體朋友講 也不要抱著任何的期待 我不抱任何的期待 如果他們真的要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的話 就從現在開始 而不是說 要等到 成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才開始要保障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 沒有的 不應該這樣子 你要先做 不是只是在那邊 講一個口號 說要成立一個什麼委員會 這個不對 你要先展現出 你真的要維護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 所以各位不要期待 今天的投票的結果 我們大家也知道 一定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個威權霸道的民進黨政府 他只是把基本人權當成是 他獲取政權的一個手段跟控制 我嚴厲 給你譴責 我也要提出嚴重的抗議 也盼請大家 跟這些受災戶跟他們站在一起 謝謝 我補充一下 在過去九年裡面 特別是最近 一進黨呢 他們一直在強調說 台南鐵渡地下化是 台南所有市民的意願 所以呢 我們這些人必須要犧牲 但是 像剛才嘉華老師講的 以及我們在過去已經講了很多 本來的計畫是完完全全 不需要動力 是跟老闆已經借土地 然後徵收非常非常少的範圍 財前非常非常少的範圍 就可以完成這個地下化 那縱算他們今天說 工程已經進行到一半 他們必須要加速去完成這個工程 必須要去進行這些破證 仍然是以一個開發進步的名號 來當作一個合理性的理由 但是我想請問各位 一個社會的進步 是必須要去犧牲這些無辜的老百姓 我們才能夠達成的嗎 犧牲無辜的老百姓所建立的城市 是偉大的城市嗎 我們看看大湖岸 人系組掉 然後那個地方有什麼建設嗎 那邊的建設現在就是在那邊替換組 在那邊買 大湖岸已經過那麼久了 大湖當地的老百姓有因此 薪水提高嗎 有因此而更買得起房子嗎 苗栗有變得更進步嗎 都沒有 所以 我真的很想要問民進黨 要殺多少人 你們還要再殺多少人 要殺多少人 你們覺得台灣才會進步 要殺多少人 你們覺得台灣才會進步 那今天來這個地方呢 有非常非常多居民 我們就間斷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就間斷 每個居民講 兩到三分鐘 那首先請再做年紀最大的吳媽媽 大家好 我啊 我是在 我已經快 那個八十九歲 我是在那個地方 是四十七年就開始 是在那裡 妳可以講多一點 兩三分鐘 好 那那個 現在呢 那個 到 本來是 那個是我們兩個努力 就是 該用銀行帶來的 最努力的一個家庭 我們是 想 那個 吃 吃下我們的一命 但是 想不到 到來九十歲 才要變成 無價可責的人 最近呢 鐵鳳姐的人 常常來 是用 一直呢 使用 不要風扇的方式 那個 一直包圍妳 讓妳 真的 偷不了 身 雖然 最近很厲害 心神有一點 退避的 好像 仿佛就是 不得安寧 這樣子 對啊 昨天也 對 就是 那個 他們一大九年 逼我們 這些 那個人 也在我們 受不了 我們是在那邊 也需要 那個 常常去看醫生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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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代 離我們 我們要 常常去看醫生 上面 說一次 我們是 那個 在那個地方 現在 做這樣的 壓迫 那個精神 真的快要 碰回了 好 這個是我們的 最精神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就是 現在還留在當地 年紀最大的 九十九歲 阿嬤的那個 黃春香 我媽媽有時候 我們 這個都是我們姐妹 都是輪流照顧 就是大家 就是互相照顧 還有時候到我家 她晚上 白天喝還好 晚上有時候都要用氧氣 還能 那 這幾年 九年來 我說 九年的新生 幾乎是 每天都不知道過什麼日子 像昨天 最主要的 我講昨天好的 有一個那個 就是一群人 來我們家 結果我說 我跟她講說 妳怎麼都一直用這樣 妳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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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跟我講說 妳不要給我 我做台北 我做台中 我做高雄 都沒有人在幫我 唸 為什麼 如果妳來台南 就一直幫我唸 這樣就是 我說 妳 她說 我們台南 如果沒有當義 是不是我們就不會唸 妳不會 就是這樣 這樣 為什麼她做台北 高雄 因為 年月應該是 像我們六十幾歲 她就一直說 拜託叫我 不要唸什麼 我說 我不是在幫她唸 我是在說 妳跟上面講說 妳不要一直給我 騷著一直給我 我們法院都還在審理的 我娘要不要你信 妳這次不要這樣 給我唸叫 給我 給我好到過一天 畢竟大家 就是為了生活嘛 就是這樣 妳要這樣 整個照顧媽媽 要上風 照顧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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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這樣 真的 不能出錢 整個 每天都是這樣 我出來 你看看有 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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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1沒有時候 看我回覆雲人人人人人人人 昨天就有監視 我說 大家都相估我 我本身最好 你管他們 都不可以處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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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手 到八點我們都不能吹氣了 五點就關掉了 就是六點就要強制斷水斷電 那個電力公司我說 我們裡面幾個人你真的要斷水斷電 他說既然我們有關門 我們就可以斷水斷電 我說死人跟你沒關係嗎 我到底沒有欠水錢 完全都沒有 你憑什麼把我斷電 法案的判決是嗎 他說他在上面你去問上面 我上面是誰啊 你叫上面來跟我講 上面的上面 每次都是上面上面 上面倒是要得去誰我也不知道 我們這個市井小民也不知道 什麼叫上面 上面是聽說阿媽祖國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動不動就在上面 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黃春向大家的老媽媽 是需要氧氣維生設備的 斷水斷電 很明顯就是要出人命 我們每次聽著說我家裡 坐在那裡都不吃飯 每天就這樣騙騙騙 說跟安心跟那個 台語的時候他就說 他們的地圖這麼多 是怎麼都不自己用 是怎麼趕快跟我們聽我們家 他老人家一百歲了 他都知道電影說公有去那麼多 你們來來看還我家看 歡迎到我家看 那個前面那個說 你真的是幾片 都沒有家喔 沒有家的地圖不去用 偏偏那邊刷在那裡我們家有家的 這是什麼土地啦 這個土地我真的不好 那我一百也不好 好 剛剛講春香 他現在創的方法就是 他就是 我們這幾乎要出路的地方 他全部都給他圍起來 然後如果有人要進路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跟當地的 眾算不是居民 就會跟當地跟那個要進路的人 講說這樓是要給他們聽的 你自己去叫他們的父親換宗 對對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要去創造那個旁邊的居民 對於這四戶的仇恨 到這種程度 那更何況說呂先生 我們現在請他講一下 呂先生大家可以看到他是 身體不是很方便 他出路是必須要騎一個三輪的摩托車的 他們在兩個禮拜前 他們把那個圍起來 圍了兩次每次三個多小時 不讓他出路 對對對 不讓他回家 到這種程度 那個產權我們還沒有點交咧 裡面還要住人咧 他們竟然都敢這樣子幹 我們請你學生講一下 那最後還有增加我們也請那個曾先生講一下 那個鐵盧地下化自從他們公告有話 讓我們家幾年來都得不到安眠 母親也沒有過世 也是因為鐵盧地下化的關心 要問他們說要怎麼做 說叫你自己去打法案 也不告訴你說他們的企劃怎麼樣 所以我不會想那麼快 民政黨政府要做的事情 是這樣來對待我們開心的嗎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最後再強調一件事情 這四戶 沒有被拆遷的必要性 也沒有公益性 更沒有急迫性 因為旁邊有一大堆已經點交的房子 他們不去拆 他們就是針對這四戶 要來拆 這是一種報復性的行動 然後他們要進行的拆遷的方式呢 是可以斷水斷電 但是斷水斷電 對於這些老人住在裡面的老人 特別是皇家 裡面有需要氧氣 維生設備的 那是會出人名的 然後他們要拆遷的方式又比劉正宏 他們更不如 我們知道他們要做的方式就是 我們知道 他們要拆遷的方式就是把人從房子裡面拖出來 然後直接拆 這種拆法 這種拆法 老實講 我在台灣看過那麼多的例子 還真的非常非常少見 我唯一看過的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唯一一次 是現在要去當監察院長的陳菊 他去拆那個果菜市場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幹的 那現在他們還要再做同樣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拜託一下 這不是拆遷商務 這是毀掉四個家庭 這是在殺人 所以我們最後喊一下口號 我們就喊這上面的寫的東西 家庭不是地上務 抵抗強拆漢尊嚴 抵抗強拆漢尊嚴 我們這九年來 我們一直要避免這個飛劇的發生 我們從來不去跟政府談說什麼錢多少 所以不要再弄我們貪財愛錢這個帽子扣在我們身上 來毀滅我們的人格 踐踏我們的尊嚴 我們今天之所以會那麼堅持 就是因為我們要保障的不只是我們的家園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人格 而且我們會這樣子一直捍衛下去 非常感謝各位 時間有限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此結束 我可以講一句話嗎 那個泰英雄不是批那個劉政總拍張藥房說冷酷無情嗎 冷酷無情嗎 他現在也更冷酷輕了 他要對付我 他沒有外國秀 這個總統沒有外國秀 逼一逼我 比較冷酷 真的 這個總統 我可以這樣講 那做總統 我跟台南市長這樣 這樣做會做會對付我 結果把我拆江拘留的時候 叫我們放下 我們不可能放下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去出賣我們的人格跟尊嚴 他們今天這樣子對待我們 是把我們不當人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捍衛我們尊嚴 我們要以人的姿態活給大家看 我再講一句話 我們這件事就會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談尊嚴 談人格 我要跟各位講 這是我們大法官所肯認 麻煩各位媒體朋友 你如果看大法官四字 第400號開始 什麼叫做財產權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 還有我們大法官的四憲文裡面 從400號開始 一路下來 到709 732 742 都是維持相同的論點 也就是財產權 就是人民的尊嚴權跟人格權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不是無理取鬧 絕對不是無理取鬧 這是憲法層次的問題 麻煩各位媒體朋友知道 他們現在在爭的 是他們在憲法上 給予保障的基本人權 但是我們政府往往把它扭曲 誣蔑 說他們要爭的 只是他們的金錢的補償 這是對人家最大的一個侮辱 這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偏差 他們真的是他們在憲法上 應該給予保障的基本人權 我想最後我必須要強調這麼一點 如果媒體朋友回去看一下 司法院從400號開始 一立下來 財產權就是人民的尊嚴與人格 今天到場有非常多的朋友 包含那個 就是那個 社指導事件會 然後A7案的徐玉宏小姐 然後 洪大姐 洪大姐 就是那個 灣保事件會的洪大姐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出來增援我們 住戶都在這邊啦 要拍照 那我們 坐著有人站著 站著比較麻煩 有人坐著有人站著 住戶我們都過來吧 縫要拍照 我們在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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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 那邊還是 您還可以做 錯視 我有說我自己 沒有沒有 有意思 有的還要 你們大家看著她看 是老師 老師一起來 好 那我們具體拳頭讓他們比較好拍照 你就在韓文字那個 家庭那個 對 我們在韓文字上面的口號 那個家庭不是第三物 抵抗強拆和尊嚴 家庭不是第三物 抵抗強拆和尊嚴 感謝各位 謝謝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再問我們 這個場地我們要先讓出來 因為10點之後好像有別人見 不好意思 各位民體記者 有空齁 20號到我家來參觀看這個土匪政府在 要怎麼對付我 我希望你們見證 21號跟23號是強拆的 20號就是全部封通手都不可以 我們出出去吧 就是趕緊去 趕緊去 趕緊去 21號跟23號是強拆的日子 請各位一定要帶台南來 來歉